市区的武林这本书中说 唐威璐先生和别人撞胳膊能够获胜 关键是在于一拧 和别人撞胳膊的时候 你自己一转对方就会疼 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离心力 撞胳膊本身是一个实战性非常强的一种打击方式 平常传统武术在练习撞胳膊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 一二一二 当然也有比较复杂的方式 假如黄教练是一个树的话 我们经常打树嘛 有转去步来的 二三四 有转去步来的 它的作用很大 当双方格斗过程中 对方打拳 用撞胳膊的力量 打进对方当骨后脑 当骨后脑 它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此过去很多武人就通过撞胳膊来表示 谁的功力比较强 但是呢 唐先生说了一下 行翼拳中的技巧叫转身体 一转对方就疼 它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如果硬碰硬 对撞的话 就真的是比硬度了 但是我们身体一转 就会出现像图形的这样 一个离心力 把我们的体重 包括对方撞击的力量 通过一个离心力返回对方 很多朋友不容易理解 实际上我们通过腰的旋转 是比较能够看得清楚的 例如我和黄教练做示范 例如我们两个搭上手 在推手过程中 那么我通过腰的旋转 很容易就把它带起来 这就是一种离心力的表现 当我们意识离心力 它的体重会跟着我们走 产生一个向外的一个圆圈 所以在和人撞胳膊的时候 这样是硬撞 硬撞 但是你一转 就把对方的 把你自己的体重 包括对方的打击力量 都通过一个圆柱体的旋转 打击到对方的手臂上 所以这个力量是能够撞得 对方很疼的 我们新录制了一个免费的体验课 用两根手指头就能检测出来 你平时练太极拳 练行异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免费给大家的 欢迎加屏幕下方微信 使用行异的拼音获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